对上是有很多的爱 好 来进入这场 本来OMG可以不要那么严肃 看待就是说尽力就好的比赛 现在突然变成不是这样 三星不露一手就扮掉 现在中国队我根本拿不到 亚洲队我觉得都 扮得很聪明 TT这边 还是很针 针对过三星不露这边制定了战术的 接着三星不露 让我们就扮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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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就扮瞎子 这一半 我觉得这两半 对于三星不露还是挺关键的两个点 上路的话 其实两边上路英雄都差不多 所以好像 现在比较少把BMP的重点放到上路 就除了老鼠跟大树 这两个常规半 然后其他的话都差不多的 因为比赛的这个版本老鼠 还是可以W拍一下 还是扮了老鼠 毕竟对方先选 而且老鼠上单这个套路 本来就是不露开始用的 就他们在半决赛里面击败三星外 就是靠老鼠加瑞兹翻盘的 然后瑞兹也办了 还是比较真正大哥之力 我觉得现在图显一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LPL队伍 大家到底练了蓝波没有 我觉得肯定有练过 而且大哥的蓝波非常厉害 就我刚才解释了RP2 那时候大概去年 不 我不是问OMG 就是说我因为 卡牌 卡牌我觉得办得有点迷啊 卡牌这些办 我觉得大地也不会选 就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是包含了黄族跟EDG 也没有看他们选过 我觉得黄族跟EDG 应该要练起来了 因为蓝波这个点已经很清楚 胜利率很高 就我刚才是来回想AB组的比赛 再加上今天 就到今天刚刚 LMQ选蓝波 让我在思考在AB组就没有看过 黄族跟EDG选的选蓝波 那大哥那个也很久 没玩的关键戏 对 他最近肯定有练 我觉得 那 LMQ这里 看看选什么 现在老鼠在 我觉得可以拿老鼠 因为也比较适合散皇的风格 对 老鼠加天使 老鼠加天使吗 是一个选择 天使 散皇还是要拿小炮吗 天使加小炮 如果他拿天使加小炮的话 这个很自信 打野可以拿一个卡兹克 这样的话可以打一个 比较不错的收割阵型 对 很有可能是要拿卡兹克的 卡兹克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尤其在盲森 落入了 陈森布鲁的手中之后 天使加小炮 可能散皇这边觉得 小炮在后期 或者说在线上 可能相对于老鼠来说 比较好打一些 如果DEFT这边 要拿一个老鼠的话 我觉得达七道 是可以拿他 比较擅长的布隆 因为布隆 其实如果打线上的话 是比较好承受 老鼠的大招的伤害的 对 对 有个档还是不错的 纳美 纳美 纳美想要来一个对线的 哇 蓝柏又来了 又是蓝柏 希望这次 我们的队伍不要输在 蓝柏这个点吧 蓝柏的中期团 确实是强 我觉得啊 蓝柏又回来 其实蓝柏也是削了很多 以后就再也不登场 然后呢 其他英雄又削了一轮以后 蓝柏又又又又起来了 而且蓝柏有点嗑天使 对 你想天使在那忽脸忽得 真开心的蓝柏一个大招过来 你根本就扛不住那个伤害 他 因为天使本身也是一个 比较战装型的英雄 对 这是一个关键点 这个关键点 确实有点克制 然后小炮也有一点 小炮也稍微有一点 虽然小炮可以跳 第一时间可以跳 但你要想他就跳走了 对 他跳走也是没输出的 其实把你逼退是一个道理 对 跟杀掉你是一样的 对 啊 达奇这边要选择一个 女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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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毯想想 这个阵容是有点缺空的 因为前三手都没有控制 对对对对 可能觉得缺乏一个很稳定的团控 女毯的控制比较直接一点 女毯的控制比较直接一点 女毯的对线真的有点弱 对 这看起来出奇换线的 如果要打对线的话 那可能是要换线 啊 最后还是拿锤石的话 还可以 还是锤石 但对手真的很强 现在还能打线 就看 就看Dev的这大地了 对 大地 现在老鼠在 卢西安在 厄加特不会吧 大嘴 大嘴 看一下整个阵容 大嘴好像没有太多能保护他的 大嘴的话 稍嫌危险啊 他最好 老鼠 我觉得老鼠 跟卢西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配合纳美的话 两个英雄都可以 现在两个都点了是怎么样 卢西安的话 可能就线上更给力一些 老鼠就比较适合整个Blu的一个风格吧 都可以其实这两个 如果他这样拿的话 我觉得他如果是卢西安搭 哦 哦 我刚想说他如果拿了老鼠的话 无状态可以拿一个牙锁 无状态要拿结了 结或者发条 结被ban了 结被ban了 这个牙锁 我觉得这个牙锁 无状态你先冷静一下 就是说你刚才那个牙锁 然后没机会发挥 然后现在对手拿了一个牙锁 你应该很清楚 怎么让打牙锁比较轻松一点 对 可能还是要拿一个刺客型的英雄 更灵活 或者是更灵活 我觉得他第一盘 感觉 暗和元首被打的还是挺有压力 不舒服 因为无状态其实暗和元首也很厉害 哎 狐狸不错 狐狸 因为对面因为有一个蓝伯在 你还是要尽量保证自己英雄 他需要一个刺客 对 他需要一个刺客 跟螳螂去秃这个大水的脸 对 其实老实说这一盘三星 他们这边保护的能力虽然纳美很强 但也只有这一个点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控制 所以大局的输出环境 如果说有两个刺客去照顾他的话 可能大局的输出环境会变得比较差一些 所以最后一选还是拿了一个刺客 BP来讲 我觉得OMB还是 做的还可以吧 我就蓝魔这个点就有点担心 A B组的比赛打完以后 现在进来打C D组 我觉得好像 确实队伍的倾向上面有相当大的不同 因为你说 说实话 就在A B组里面 狐狸出现的次数很少 因为他们中单都不怎么用 对 但是CG两个组他们中单 感觉是中单大战有没有 对 韩国大哥 吴状泰 大帝 然后佛根 嗨 然后感觉真的是一个中单大战的一个世界 世界不同 他们中单都是不只是强 然后他们英雄池很深那种 所以就CG组好看的地方 确实选择方向都不太一样 像狐狸这场狐狸打结来说的话 你知道因为 杰的封墙 是可以挡住狐狸的瞬间包 但是狐狸也可以 就先骗了他封墙以后 再换一个角度再打他 就什么都行的 这两边来讲的话 纯靠操作 我是觉得可能狐狸这个点 面对蓝薄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也显现了一个心 我觉得OMG至少表现的还不错的一个点 显现了他那个冲进的心吧 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一个很怂的选法 就我可以选一个就什么 很后期的 发条 就选一个发条对吧 不会死的 然后保证可以慢慢打 然后我又有一个团控还行 对吧 发条感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他还是亦然居然锁了一个福利 从BP上的这一把 应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接下来就看他们线上的发货 看一下这边 OMG到底要不要选择换线 就这个 先看步眼了 蓝波的皮肤 先看第一波的步眼 不过步眼两边 一集团五五开 我觉得可能都不太敢过深入的去步 所以就要全靠猜了 都不是一集特别强的队形 你要硬要说的话 OMG的一集感觉稍强一点点 毕竟有钩子 有那个爱心都行 然后天使一集也不算太差 就只要他有跟上那个输出的点的话 他一集的团体输出也是挺不错的 白被打两下无差 比较烦 但是没掉多少血还好 这两个人互点 为什么小伞掉了这么多血 毕竟 这里有点太大意了 我看观众的手就知道前排都是中够 观众后排 要感觉外国观众比较多 卡兹勒这边过来也是 没什么意义了 他如果闪现能躲到第一发Q的话 还有机会跑 看这个样子的话是要换线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不换线 可能大哥这边就很艰难了 要换线 这一次 这个击杀是有点打乱阵脚了 我觉得稍微天使本来线上打蓝波 就不好打 现在是非换线不可的一个状态 而且盲森拿到了天哪 他直接拿到蛋开始起手 好 对盲森来说相当不错的一个开 这个出装 对盲森来说太安逸了 蓝波过来看一眼 确认这边 那这边因为换线的关系 顺势进行怼偷篮 就是跟你换篮咯 那盲森也已经确认到这个事实 所以拿完蓝 拿完红以后 直接往对面的蓝去 雅索都过来帮忙 很稳啊 雅索也来过来看一下 因为他暂时没有看到狐狸在哪 这全队的智能性很好 不 雅索刚才不要打 雅索过来掩护纳梅去看一眼 他让盲森跟蓝波先打完F4 这个也太稳了吧 非常稳 他每一个动作 准备都很 很到位 对 很到位 那两边的打野 打第二个buff 看下两边上端下一步的动作了 天使还是继续跟着螳螂混 当然两边都形成了就是二对零的一个局面 因为这两个角色都判断说前几点上线的话 连吸经验都是问题 这个RV要打起来 要过来捉一下这边看到了 把皮肤来 哦 折掉 还好有转有转 哦 这个皮肤的喷火有点夸张 经验补回来一些了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优零是打不了 因为对面的下路在 就在附近 你要敢过来打的话 不如今天可以支援过来 没错 纳美刚才在线上得到一点 金币之后 是马上回家 选择出了很多的眼 看一下他这一波是 应该要出来 不只有很多关键的眼位 哇 这是直接过来打龙了 对 虽然说换线掉龙是必然 但是这个龙开的也未免太早了 太早了 3分33秒 这个确实就有点像之前 之前 主要他们确认到 刚刚刚那个三郎打完以后 没有跟大 没有跟那个大幽灵 然后被确认到说 你肯定是往F4 你有一点距离 你不能来乱我 这个点 哇 太快了 这个龙大太快了 而且他们的眼 就那个真眼 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撞链跟那个大哥的一个动态 走掉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 因为之前在先前的版本 经常出现上路两个打0个 然后就是两二对0 然后上路去打野那个年代 就很多这种二级想要脱龙 而且OMG也是经验很丰富的 但是 三个走到最 对 打几个眼的位置放得还不错 对 就是说那个二级偷龙 其实大家之前都有经验 第一个现在突然 回来用 大家有点反应不过来 第二个 他们是有先确认 神通不路有先确认 你离开 你去F4人 然后你不知道我在打 所以他们的安全措施做得非常的大 对 保证这个龙拿的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可以看一下狐狸后面 那个塔旁边的眼 那个位置是很好地能够监视到 对方打野情况的一个眼 没错 就是这个 就是真眼 一开始打野不太会经过 他现在又被看见了 他现在又被看见了 很烦 这是一个真眼 哇 这是要进去蹲吗 现在基本上林药的动作都在 都在掌握中 三角蹲 这个洞挖得很深 你看这个眼 对 这两个眼已经看到林药 林药如果进草的话 这里很危险 小心 还好天使在旁边 非常危险 被格强Q了一下 没跳远没跳远 交了个转线 点灯录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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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那么一点 感觉就快点灯录过来 对 这一波 神通不路的陷阱挖得非常的深 而且林药真的是一脚踩空了 踩进去 幸好最后还有 勉勉强强救出来 这个视野的压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不路在下半部是六个眼 六个眼 还有整整齐齐 只要 螃蟆出现在下路的野区 就立马会被看到 对 可这一波OMG可能会有个错觉 就是 视野的投入钱太大了 他可能在这个点 他前面那一波 没有意识到小龙的问题 也许意识到了 但是这个地方又消了一波 就他小龙的时间 越来越掌握不了到底 对 就出来 第一个还没有还到 第二个还没有还到 第二个还他还到就还好 这蓝波居然是打成了一个 游走支援型的英雄 对 这局差缓速还是蛮给力的 而且这个三维四 全是打不过的 卡特克这边也是在很近的 现在很尴尬 应该不能打下路了 要去其他路再发育 去野区吧 主要下半部的野区 空的太直了 非常非常 你看看谁空不露 来 请看下半区野区有多少眼睛 三个真眼 三个假眼 零耀只要出来打野 对 什么都会被暴露出来 这有点狠 这种彻底 控死你下半眼区 天哪 对 现在OMG其实就反其道而行 这你就不去下路了 我打上半眼区行吧 对 我去你的上半部野区 也把眼控到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看这一波零耀 看现在的走上 应该是意识到 包括打击回家都把真眼埋好了 可又被看到了 对 又被看到了 不过这个看到了无所谓 只要是压制野区 并不是说要杀人 先把野区压制住 而且这边看到人多 先把Spirid调过来 对 这个是一个4v2 4v2想不想打 想打的话 谁先扛 打击要先扛 而这边Spirid选择先打 扛的太多了 先先杀 先杀 两个一个闪现 拿到了 散环拿到月头 可以 可以 但是散环扛打扛的不错 拿到两个月头 这波月塔非常的成功 而这边大地赶过来 这个六级的结 要稍微小心一下 不要等他接到吹风 他在斩风 这个不能等无状态 忽力也来了 可以可以 他手上有风 要小心 大哥 这边被风打 有支援 看看 兰博过来 兰博过来 兰博过来有闪现 只有三级 关键是兰博只有三级 而且无状态也在附近 这一个魅惑被闪现躲掉 逼到了一个闪现 还行还行 对 OG非常转非常转 杀掉两个人头以后 没有赔出任何一个人头 而且现在云居然在逼迫对方的上塔 这一波 三级不露 有点低估OMG想越塔的决心了 这次护出了非常严重的代价 看起来确实 不是太 就是看起来有点危险 一开始越的时候 我也相当担心 对 但是OMG这一波处理的相当完善 我觉得散王跟达奇的扛塔 有点太极限了 看得提心掉点 提心掉坦的 就最后那一下闪现 如果迟一点点的话 达奇可能就要先死掉 没错 哎 必死了 虚弱套劳已经为时一晚 又拿到了哈的的人头 无状态也有人头的进场 没错 这一波一瞬间出来 根本不能算是脸探草丛 但仍然被逮到了 对 你不是爱不演吗 这个你没想到吧 直接出来了 哎 他们只是刚好回家路上而已好吗 回来中线的路上 现场的观众狂乎OMG 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这两波的击杀真的非常的精彩 对对对 所以说还行 虽然打完以后赚的不少 但还没有赚到前面丢掉的东西 主要是气势的 在经济上面还是没有赚回来 经济上主要就落后一条楼 对 气势上而且也告诉等中不入说 哎 你不要太 不要小小我 稍微复苏一点再讲 这个蓝霸 好这个蓝霸位是拿下来 可以了 这个睁眼还没有发现啊 谁进去一下 他们是不是 研究过 100场OMG的VOD 研究过100场OMG的视频 你发现他们都不走那个桃桃 这也不会吧 这也太假了 主要是 可能大家都不敢巧吧 都没有进那个桃桃 确实 现在线上虽然斧刀有点落后 但是可以通过人头来抵护回来 大哥这里还不会选一条 大家直接踢到墙上 天使这里被三个人围着 人头给怕的 可以 以后还是视野控输的部分 但还好 人头是会给了辅助 他刚才有点想让save的感觉 那这波抓天使没有倒六的时间 抓得也是比较好 天使现在主要没传送 没闪现 所以这波的干客 对于大哥来说 个人的发育是很伤的 而且要进一步的拿龙了 拿龙之前就是把野区的视野固好 这波save blue的攻势 并非只是围杀一个上路 第二条小龙 连后续的小龙 都计算在内打得确实漂亮 但是卡兹克这边又要来一波上路 对 但这一波上路赚到的东西相当有限啊 只能去看一下视野 对 他过去 哎这个视野放得不错 现在最担心的是OMB 没有估算到两条龙的时间 因为他们两条龙丢的太快了 他们可能现在觉得 对龙是什么时候丢的 我担心下第三条龙 还会被这样拿到 那就真的亏大了 被打到像在无礼物中一样 就OMG 应该说 sansomblue刚才对第二波 对龙发起的进攻太漂亮 第一个 下半波的视野 因为那些睁眼的关系 依旧在sansomblue的掌控之中 对 然后这一包是完全 大哥完全被抓死 抓死以后顺带掉龙 太坦了 大哥这个眼 哇 还好还好 这个眼插的也是挺深的 还好刚才HOT 没有在三角点一个眼 如果点一个眼的话 大哥过来要中水球的 当场 但是OMG现在这边 也有在全力去控制 对方单人线那一片的视野 是的 力求可以从这边 打开一些局面 直相对来说的话 对龙的掌控比较不弱 对 主要就是上半步 上半步你控野区 你控不了龙 下半步你控野区的话 龙要控住了 现在对于OMG来说 还是非常的不利啊 天气也是落后 但是 至少局面上来讲 OMG还是没有丧失信心 这个塔可以守一下 延缓他被推掉的时间 这个电刀做的很漂亮 现在武装才第一 第一剑 不知道是不是要裸一个中亚 我觉得裸中亚还是有点太拼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做一个明火 第二剑中亚会比较合适 先出一个互比然后做明火 对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适 如果从中亚的话 那个爆发就 没有办法去秒掉任何人了 现在我们觉得局势落后的不多 哦不多 只能说是一千多块钱 真的还可以接受 问题在于整个大地图 跟整个地图压力的处理吧 因为我觉得下半步的地图 到现在仍然是 Blu给了超大的地图压力 在下半步 而且那个眼还没有拍到 这个我估计 所以欣欣在场下也是干着急 现在上来对线呢 已经是比较没有像一开始那么心虚 但是他能够 他们安全的范围其实很窄很窄很窄 好 现在是勉勉强掌开出了一条道路 就你包括在对面的三角 包括在河道的草丛 下了两只眼睛 帮OMG的下路组合 开出了一小片的存放空间 想要反打一下 大队已经高达八级 但是蜡美这边只有五 蜡美其实没六啊 对 这一波打得有点凶啊 蜡美有点中招了 他不知道这边什么招 其实可以反打 打击应该早就反打了 这个阴影一下给上 Giro Giro给了大队 大队跳 跳上来应该可以直接秒掉 一个大队成功救到了垂石 但是小心这里垂石会不会被炸死 垂石被换掉了 垂石被换掉了 中路补刀的 所以OMG完全有理由去反打这一波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一波神龙不路有点弄错 就有点 搞错状况 没抓 没抓好 不过 这会造成说 就要看来说 下一波的龙感觉又要落入神龙不路的整个控制之下 因为这一波OMG交掉很多东西 不过 这未必真的是对神龙不路是好处 因为事实上他把一个原本领先的经济现在被拉平了 对 他牺牲掉很多东西 他原本应该不打算牺牲掉下路两个人 他只想凶一波看看 我不知道他凶个什么阵 然后那个炎已经排掉了 所以现在OMG整个下半部的野区 大家可以从地上看 两边已经掉个了 对 反正上不路是控住了上半部 而OMG是控住了下半部 这一盘两边的视野的争斗实在是太激烈了 交换了 对 这样的话其实对OMG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至少第三条龙是有比较大的把握 把握到他出身的时机 但他现在不知道时间有点烦 就是等攻不路很明确的知道是几分几秒 他可以抓得很准 而且提前展开行动 而且最烦的一点是 现在上路这边其实OMG是有点被动的 而天使没有传送 对 这一波他又不能太离开下路的这个范围 很怕这条小龙刷新之后自己再次错过 散黄这边无尽一到手了 无状态是先做一个中亚 还是比较稳投一个出招 哇 这里看到天使在线上出现之后 马上给到一个信号 他出中亚的话比较偏向打算要来开战的 尤其他们队上来说的话 除了靠勾以外就要靠他开战 大哥这边也是 大哥有点今天有点吸铁石啊 感觉这个 太针对了太针对了 蓝伯和超远距离 直接给大招 直接给大招 有闪现的 王森拨过来没有踢到 躲过了Q 可以扭身 相当漂亮 这个省了一个闪现 漂亮 感觉这个王森和蓝伯就像身上绑了一个吸铁石一样 一定要去找大哥 对他们很清楚 OMG的密门就是上路 所以很针对大哥 所以大哥这一盘虽然说被抓死两次 但是我觉得他的发育和数据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大哥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对做好抗压的准备了 打到像这样子死命的就吸引对方注意力 对方死命来抓他 也已经是给队友制造很大很大的空间 对散皇这边空间就很大 三个人头发育非常的好 对 而且现在OMG一直是徘徊在小龙这边区域内的一个 对 他这一段投资是必要的 对 拿回小龙的时间 因为他现在真的是一片黑 先把你红buff野心压制住 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没错 武装在这边又蓝buff状态还是非常不错 中路的话 瞎子在中路是移动没有意义的 大拟在下路带线 所以是准备至于RG差一点点勾到 稍微有点天 但是 这个也空掉了 这个应该杀不了了 可以拿龙了 还有10秒钟 OMG虽然不知道 但是应该给小龙点一个眼 这样的话会进一步的 会稍微早一点知道这个龙的出身时机 小龙这边还是不给视野 应该要给一个眼 狐狸已经有大 好 刷了刷了 现在可以去了 蓝波 蓝波这里很敏感直接就回车 蓝波这波回家是不是有法穿鞋了 我们注意一下 有的话有点可怕啊 打钻鞋是一个变数 他可以直接出完装备之后 传送过来支援 他可以直接出完装备之后 传送过来支援 没事没事打完了打完了 有了有了 这龙应该可以拿下了 夹子想抢 你赶下来吗 拿到了 漂亮 这条龙是成长市集 总算是拿到了第一条小龙 曾宗布鲁有点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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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宗布鲁也是被这一波逼得有点急 你看这个同一个草里面有两个真眼 这很浪费 一个是100块钱 他们包括在小龙池里面被拆掉真眼 这一波就要掉300块 我觉得奥布鲁在做小龙的这一波团战之前做的文章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视野然后 鸿巴鲁也去把你的人全部赶跑 然后我再安心拿掉这条小龙 现在通过这条小龙经济又追平回来了 对 现在从16分钟来看 两边确实是五五开了 经济也是一样 狐狸仙做出了自己的中亚小炮也是摸出了无尽 最主要这一波龙能够拿回来 因为这一波龙蓝波很强的 非常强的鬼神般的强 我们已经无数次的看到蓝波在20分钟左右的团 他的大招是毁天灭地的效果 而且他刚出到摩穿鞋 好可怕这一波 躲过了对于 很怕那个真眼上面有个传统效果 这边没有没活到 但是蓝波给到一个大招 斩过了斩过了 对 狐狸有二段的大招 好像还有一段 回身给一下W减速 没什么问题的 这一波是成功逃脱 还可以 还可以 狐狸的大招换一个蓝波的大招 能不能用狐狸的被动把血量回起来 顺便把兵给清掉呢 哇 这边想要月塔 想要月塔 天使得踢倒到位 这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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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要进来了 要走这一波 天哪 打击也是被瞄 拿到一个WQ 然后这边天使跟螳螂在特意骚扰一下 这一波三星不露是处理的很果断 闪现一个风被闪现夺过 天使没有选择上 没没没 要大过 这波主要是无状他没有大招 然后被Spirit找到了一个机会 还是视野啊 没有看到Spirit在那个眼位 这个 怎么说就是视野缺失了吧 然后被抓到了一个机会 哎 这边想要杀 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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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收到 而且这里被建筑 啊 散皇这个杀到 这个亏大了 这个有点冲动了 这有点冲动 散皇有点上头了这一波 主要没出暴击啊 如果出一下的话就可以杀掉了 有点尴尬你知道吗 你都已经身上都已经有两三件暴击装备 你到现在一下打不出来就有点尴尬 但是现在无状他这边更新出了第二根大棒 啊 看散皇这边的发育 还是比较不错 哇 开到一个眼 现场关注也是 对 实在 爆发出掌声 刚才那一下实在是 虽然达七闪现闪掉了 但是你最重要的是无状态被欺倒了 那没办法 是的 很果断 他太暴躁了这个大眼 哎 刚才那一下真的生死在一线间 但是他们敢打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平白无故上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 可能知道天使不在的一个信息 那一波强行上去的话 盲森是可以保证有一个人可以踢回来秒掉的 对 但这一波真的漂亮啊 王浩森 怕胆子很大 也是跑到了红巴巴 把野区的视野点出来 现在还是视野啊 三星不住的视野投入真的很巨大 这个地方要小心一点 两个人蹲在这里 大哥 大哥分开了 被揍起来 有无敌 有无敌但是被踢掉 又来 还好那一下 蓝波大招 这一波都没有亮到 蓝波大招 这都拉到老康 可以杀吗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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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的大招跑掉 大招 打击的大招 保护一下阵情 这被白杀啊 这个大招范围太远了 这相当于是一个 梦魇在视频范围外 给了一个AOE的减速 这一盘大哥真的是有点惨 被照顾的很 而且刚才那一下蓝波大招 是真的没有抓到 没有办法守塔 还好得到一个灯笼 这个风 钥匙没拿到灯笼被封起来 又要被大招了 这一波补路 这两分都补路是打得非常不错 对的 又把GV打回来 我觉得 这两波你没话说 就刚才那一波 你对Spirit 没话说 然后这一波你对 A控的那个蓝波大招 你一点话都没有 对 就他在极限距离 他跟了上来 撒了一个大招 大哥也是始料未及 对 我觉得现在 就HomeUp这边的野区 对于三一补路 来说就跟开图了一样 你想抓谁就很轻松 我知道你其他的人在哪 我杀掉一个人 然后我可以做出撤退 经济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劣势 小三刚才中路失误一波以后 会不会接下来 就打回保守的姿态呢 但也要非常小心 刚才就差那么一下 他其实应该 他应该觉得说 只要有报道应该就 他想拨一下 但是他也运气不好 他只要杀到的话 W只能刷新自己 相对来说 后续逃命也比较安全一点 对 三王这边装备还不错 还是要领先 对方大嘴盯点的 现在一定要小心的 另一方面是 对打团的一个位置的选择 不要在这种野区出入口的地方 让蓝波的大招 进行一个完美的发挥 这波小龙团看看能不能把握住 尔康的话是有传送 两边上单都有传送 但是尔康这边好像快到十一级了 这个也是一个变数 已经被清掉 黄菊想要蹲着一波 到底有没有机会 点点点 小炮站得相当的前面 你这两个人抓到的人 又能够杀谁呢 后面的位子小炮跟天使OK 小炮天使狐狸都已经到位了 这里抓到就可以杀了 小龙知道小龙要生了 先上来点眼睛 全队曝露在敌方的目光之下 其实有一颗假眼 其实有一颗假眼 要打了 蓝波在等十一级 还十一级立马会传送 把风给扔了 再不打就没机会了 大嘴这里用自己的大招进行pog 这个位置很烦 十一级了 十一级 没法玩了 刷到十一的 这个龙不好打 我觉得可以让了 难 这里还直接给一个洞察 让了 让了 狐狸想拉一下 直接被逃到一失了 有机会 徐温给到 在我的手中没有打出来 要被林扬秒掉 差一下 漂亮秒掉了 达西这边跟无召赛都是残血头 林扬里面给了一个一系团跑掉 没有死 无召赛应该是要被追死了吗 差一下 被点了一下 有一个阵压 还不错 还不错 天下坏 小心 这波太强了 这波又是一波依患色 散黄怎么会在这里 吹破给我的兰博 最后兰博这个一杀三 我觉得 刚才 他们一打他金身 然后他上来 我就大叫小心 因为一看就会被喷火 你知道吗 我觉得如果说第一时间 几个人集火这个兰博的话 还有机会 你要跑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第一时间先勾到了大嘴 可能还是想到先把这个大嘴做掉 但是大嘴刚才那波有一个闪现 能够及时退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那个残局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打不赢这个蓝博 刚才而且林耀是被杀的直接追死了 对他是秒掉了 秒掉了大嘴 但是最后还是被杀的追死了 前面这个地方打的相当的不错 这波勾很重要 直接是勾中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中了大招 交了闪现以后身上有一须就打不出伤害 你要先把他杀了 你要逃到下面 你要闪现上臂 这些都不错 都不错 关键是 到这里我觉得现在最好应该是小炮跟三个队友会合 把这个蓝博先点掉 但是小炮绕了很大点 对小炮跑到那边去了 马一鸣要被吹捧你知道吗 我看一看到他们三个没站在一起就算了 因为现在唯一的一个战斗力就是小炮了 其他几个人是打不死人的 对 那这个小炮看看怎么说 这波蓝博又有大招 大招转太快了 这波蓝博还有中亚 他现在已经做出中亚了 这个蓝博到后面很难处理了 这个蓝蓝博可能也守不下来了 这一下魅惑又没有中 蓝博又给了大招 还好有一个灯笼及时救场 而且这盘天使的发育比较的糟糕 还需要很长时间补发育 天使现在只有一个那时攻速协和两个多蓝戒 现在天使在场上的作用就是一个大招 他自己输出是打不出来的 好在有一个传送 可以尽量去多争取一些资源 这边虽然小炮点了三次下的塔 但是在神龙不路压过来的状态下 必须要跳墙逃跑 没什么机会的感觉 想要拖这个蓝buff 大哥想要拖这个蓝buff 被看见了必须要撤退 不过狐狸现在明火和中亚都已经有了 他可以争取在团战的时候 能够先秒掉对方的一个输出点 要说AP有点低吗 有有有 对就法强有点低 他现在如果能够魅惑到蓝博 我觉得也是可以先打一套 只要把你大招先逼出来 我觉得对面像蓝博啊 还有大指中的英雄还是挺怕狐狸的 无状态这一局也是一让二 就目前状态没有很好 现在可以推中了 这个中塔可以轻松拿下 现在也提出一双草鞋 没有抽到法山鞋 穿透不太凑 等级还不错 这一双草鞋 下面大带我就感觉他已经 大带已经在这边下路玩了 玩了好久了 他玩了有没有十分钟了 就他没来 就打团的时候过来看一下 其他时候他就在下面刷刀 对 我刷刀两边还是相差不大 中单虽然落后一点 但是上单大哥那边刷刀还是挺不错的 现在主要还是人头 如果两波实力 所以小塔拿掉了对上大半的资源 应该要想办法carry一下这个游戏 对 目前的经济之落后在七千块 我觉得散户还是需要打这个果敢一些 就直接套着天使大招就是硬输出 有些机会还是要把握一下 再打了一个眼睛 这一波狂把眼之后 又控制了篮区外边的所有视野 无状态这波回家应该有个法穿了 无状态的装备 法穿鞋 但是雅索这里出到了水银世代 对 他现在水银加水银鞋 两个装备很难死 而且以大地的操作 他的稳健性来讲 他应该不太会第一时间进场 这边已经剑植大龙了吗 好在清大龙区的视野 大龙区的视野 大龙区的视野现在是要控制一点 七千块控制大龙视野 比OMG上来打一波 确实是Sansung Blue 现在相当好的一个策略 但是 OMG会否上当 BUB这一波身上又有双BUB 外面那个眼睛蛮刁钻的 OMG在大龙外边左边那个眼睛还蛮刁钻 他可以确认SSB到底有没有进取出来 尤其在大队不在的状况下 打大龙是少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人手 下路二塔没有人 下路二塔没有人 现在主要视野坐不出去 现在视野被扣得很死 看这波纳美不在有没有机会 没有勾到 下路出了要守大龙区 从右边过来 努力这里很危险 他被点得很低 起来非常低 侧面过来 被秒了 被秒了 大招配合大嘴的 对 还是好BUFF吧 对 烫死了 好夸张 看那下确实 有相当惊人的结果 没有想到无中他会降被秒 也没有打到 那么中路二塔 颓人倒地 这时候往左下再切入大龙区 怎么办 找到一个中单的状况下 什么招什么技能 什么道具都没按就死了 还有先扫一下 刚才其实是一个先手的机会啊 刚才辅助跟中单都不在 但是弯队这边还是不太敢开 而且开团的手段还是比较单一 随时这里要小心 继续在这边埋伏 面对对方未知的视野还是比较谨慎的 火路视野做得太好了 全部是真野 这个是一个完全的压制 对 现在看一下达奇这边从哪边过来 真的感觉如同开团一样 达奇这里很危险 哇 然后想打就逃跑 但是最后被大嘴 A住了最后一下 大龙相对的非常的危险 现在武状态终于进来了 全招都在武状态能够做些什么 被大招以后接了一个大招 灯笼消失了 他死了 这被盲森上来以后 但是没有办法 看看卡斯特这里能不能 强一转 蓝博也是踢踢到了上边 被发现了 被R了好几百下 这没有什么机会了 蓝博撒一个大招 这真的是冒着枪林 去抢这个龙啊 但实在是蛮太脆了 这一波神龙不落 神龙不落打得确实好 确实好 一环环相扣 在空中打了他一下 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 给个加速继续上 再打再打 有报题就出来 不追了 没事也没事 不知道不确定神龙不落在哪 怕上去就送 尤其小伞刚才送过一波 应该相当恐惧 现在看地图上 基本上都是三级不落的事业了 这波真的是 就它环环相扣你知道 这个中亚开得太及时了 然后闪现往后 小伞被打下来 然后被亚索大招 然后这里套到无敌 然后过墙以后 拿到几刹 想要再过墙 已经完了 这里一波 神龙不落 处理的真的很好 后面那半波 也是打得很漂亮 就Spirit 一个大招 一脚踹在无状态身上 立刻 亚索零秒接大招 把他砍住在地上 太果断了 Spirit这一盘 我觉得应该是安倍 他在对盘盲生 每次的开团 非常的果断 而且在逆风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靠他 把这个团战开起来了 确实 OMG在前中期的地方 有一度拿到优势 一度还行 但是几个团下来 被神龙破坏的 有点彻底 崩坏的起点 应该是中路那一波 被绕塔 Spirit那一下 太 这有机会就结束了 可以 这次总是能拿到人体 还是一个重量 人头应该要给小伞 还是出了大招 哇 哇 这有点痛啊 瞎子的二断Q过来 还好有天使大招 先把Spirit打退 想先杀盲森 有点肉啊 大梅大招支援到 盲森摸眼过去 展环被戴不得拿到人头 再跟一个破败 戴不得继续点死一个 这被绕破 我感觉就是自己死掉位置 尤其兰博 即将要丧命 刚刚 Aircon即将要丧命的时候 把大招甩出来 没想要造成这种破坏性的后果 太统了 看他一个金身出了 蓝波在有了很高输出之后 出了一个金身 就真的是 你要杀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那个毁灭性的后果 你看到 灵耀在离开那个蓝波大招的时候 已经掉了快一半血了 他跳过墙 然后被 被神松布鲁整个绕 从后面绕回来包 尤其Depth从那个二塔旁边切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都没有料到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不是我家方向吗 一次两个水晶 所以蓝波这个点之后 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觉得 应该不要再放出来 中国队 或者我们常常去的卡出来 中国队对蓝波的警戒确实不够啊 因为TSM也拿了一场蓝波打了那个皇军 我觉得最后一半卡牌可以换进蓝波会好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事后诸葛 其实其实这一盘也不能说 全是因为蓝波一个人的这个 Spirit也打得很漂亮 主要还是普路 他每次开团他们的视野的掌握 一开始的视野掌握 每次上的时机 我看到这个狐狸 狐狸追锅想包通一下 但是完全被掌握了 这要墙上了 这个风枪放得很完美 这个也太大胆的 哇 这个很漂亮 大地 大地 这个很帅 但要帅 虽然很帅 但是你面对的是三个人 而且吴宙奈确实有三个人 上路有机会 这两个人 他输出应该是够的 蓝波还没有发现 蓝波要进人了 对 强行打 大哥这边小 小心点就可以了 拉罗里套上一个无敌 但是 Devz已经是拿到高雷克了 还有一个人头 下路的话 又是爆炸两个人 这边 这边 超级士兵要来 超级兵要来 那这样的话 得赶紧回家防守了 是一波3v3的防守 但是Devz的装备 他的状态非常的好 好凶狂 Devz的装备现在太好了 三向破败和轻语 哇 你能不能看到小胖被点一下 要三分之一 感觉要被一波了 就被一波了 主要天使现在没大招 没有办法打死了 这样的 又Q到了 哇 进去想要把人踢出来了 闪现过来 杀掉了散黄 再加不扣 有这么暴张的 哇 这个伤害 哇哇哇哇哇哇 哦 大哥在最后一秒 还被点到闪现 啊 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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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到塔里面 没有问题啊 啊 竟然没有利用温泉打出击杀 最后由 SENSORPRO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GG 哇 What a game 这一盘其实王帝 一度是 我觉得 我觉得已经是打得还不错了 杀戏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对 利用对方的两个失误 还是打出了一波小高潮 但是 葫芦这边确实是强啊 他的视野的掌握 他们看上他实际的把握 输得还是比较的 比较幸福 对 但这一场